高雄市长韩国瑜正在大陆访问,探导类媒体监管部门NCC于27日已播出韩国瑜新闻态度,唯有处罚中天电视台100万新台币。 还说,其则有关韩的新闻违反工序两俗。 有台湾网友对此批评称,NCC双重标准,管太多。 综合台湾东森新闻网等媒体,3月27日报道,NCC当天声称收到大量民众检举显示中天新闻台有报道韩国瑜时间过多的情况,还称这是违反公平原则,有营运不大。 损害民众视听权益之余,此外,NCC副主委兼发言人翁百宗还举例称, 中天新闻台2月1则有关韩国瑜的报道,违反公序两俗语事实查证。 NCC副主委兼发言人翁百宗,图片来源。 台湾东森新闻网 NCC在对中天的相关运营行为进行了审议, 并要求中天新闻台一个月内提出五项改进或报告。 若没达到要求,将处以最高一百万元新台币的罚款, 甚至会勒励中天撤换新闻部主管。 对NCC此番已播放韩国瑜新闻过多唯有处罚中天电视。 不少岛内网友表示反对。 有人认为NCC管太多。 还有人质疑,为什么不法倒内丽媒? 又有人讽刺NCC称,不良组织帮派协微。 更有人说,丽媒都在侮辱抹黑韩国瑜,我也想检举。 NCC你别双重标准。 绿媒和台当局去年年底,就已开始对中天电视台进行炒作。 绿媒三立电视台依正论节目,去年12月声称, 一些顾客去餐厅吃饭看到电视播放中天新闻。 而且店家不换台,这种情况可能是店家被中资收买榜台。 当时就有岛内名嘴对此讽刺称, 这种说法不可思议。 连店家老板想看什么都能和中资扯上关系。 恐怕是三立收市率太差才会眼红。 近日,民进党当局又炒作收市费。 台当局公平交易委员会称, 有民进党立委打算对小吃店免收市费榜新闻台, 是否设不公平竞争立案调查。 不过,台湾电视系统业者3月20日声明称, 各家业者从来没有付收市费给小吃店让其锁定某台。 更痛批散播,这种不实讯息破坏系统业者声誉极不道德。 台当局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詹平仪, 第八日也多次表示, 经调查, 系统商并没有在小吃店或任何店家做相关设定。 对民进党当局的做法, 台湾中国时报21日报道称, 民进党操作参景业者榜新闻台老耿已是惯犯。 郭敏党文传会副主委唐德明则演于, 民进党就像小流氓, 打架打不赢就叫警察。 郭敏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正率团访问港澳身下四个城市, 并签署了逾50亿元新台币, 下同的订单, 却遭到岛内露营酸盐酸鱼, 围攻抹黑。 对此, 前民进党员潘金英发起韩国瑜返台接机活动, 让韩国瑜感受到回家的人情温暖。 还没报到截图。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27日报道, 按预计行程, 韩国瑜将在28日上午11点, 搭乘飞机反抵高雄小港机场。 潘金英在脸书发起了千人接机活动, 号召千人赴小港机场, 迎接高雄市政府团队, 报道提及, 该活动是要让韩国瑜感受到回家的人情温暖。 活动召集发出后, 众多岛内网友在评论区表示支持, 脸书截图来源, 台湾中时电子报。 据台媒此前报道, 潘金英元为民进党18年资深党员。 因去年九合一选举前, 公开力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 遭民进党高雄市党部撤销党籍, 随后受到洛营舆论攻击。 但潘金英受访表示, 不后悔且不再留恋民进党。 要倾全力替韩国瑜助选, 他还表示, 这些年高雄百亿萧条, 人才流失, 诸售满街。 低薪环境, 选择力挺韩国瑜, 是希望他带领高雄拼经济, 促销农鱼产品, 招商引资, 接轨国际。 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后, 致力于高雄经济发展, 并于21日开启了为期7天的杠澳深夏四城市的参访行程。 在3月27日, 国台办例行新闻记者会上, 国台办发言人安丰山, 针对韩国瑜此行取得的成果表示, 韩3月22日至28日, 率高雄市访问团到香港、 澳门、 深圳、 厦门等地参访, 开展城市交流合作。 不仅在经贸、旅游、文教等多方面, 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 而且就搭建城市交流机制化平台, 建立长校交流机制初步达成共识, 今后与高雄加强交流合作, 展现出广困前景。 安丰山还表示, 取得这些成果, 是两岸一加薪, 亲望亲好, 守望相助的具体体系, 也是两岸融合发展, 携手发展, 共同发展的生动写照, 充分说明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两岸城市交流的合作前景广阔,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大陆经济社会的发展, 进步不断释放的巨大发展机遇和红利, 我们愿意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分享, 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城市, 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加强交流合作, 相互借鉴, 携手发展, 让台湾同胞有更多的获得感, 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 两岸关系好, 台湾才会好, 希望两岸同胞能够共同努力,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分裂, 克服人为干扰和阻碍, 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共创两岸中和发展的光明前景, 3月26日, 韩国瑜一行参访此次大陆行最后一站厦门, 当天下午, 韩国瑜一行参观完厦门游轮母港和厦门规划馆后, 出席了厦门和高雄两地起一夜, 在厦门会议中心举办的签约仪式, 获得总价值约九亿元新台币, 约一九百五十八亿人民币, 浓于产品外销订单, 这也意味着, 五天行程, 韩国瑜此行已签下约五三亿元新台币, 约十一五十四亿元人民币的订单, 超过预期目标,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 韩国瑜一行相继到厦门南普陀寺,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和厦门台商协会参访, 澎湃新闻www.fipo per cn观察到, 虽然上述形成军会充分安排媒体的采访和拍摄, 但仍有许多媒体尾随而至, 根据香港文汇报网站报道称, 今日在南普陀寺参访时, 韩国瑜获赠方丈亲笔手术新安世龙, 韩国瑜大陆行的娇人成绩, 使其在台湾民众中间也发热议, 更受到媒体连篇累读的报道和评论, 台湾中时电子报评论称, 韩国瑜参访大陆拼得大胆, 在接待规格更是有了很大突破, 这证明九二共识在两岸互动中, 确实有如定海神针, 韩国瑜大陆行的正面效应, 却引发台湾陆营政治人物的不安, 近几天, 民进党当局和政治人物, 轮番指责韩国瑜的大陆之行酸言酸语, 台湾陆委会更宣称, 他会见大陆高层官员, 涉及极其敏感的政治行为, 更有可能将对其处以50万元罚款, 民进党当局反常举动, 引发台湾民众和媒体极大反弹, 他们斥责民进党当局不顾民众生计, 最新于操弄意识形态和政治, 更有台湾网友号召在韩国瑜反台时机到机场接机, 以示支持, 26日晚, 韩国瑜在厦门被台湾媒体问及50万元罚单之事时回应声, 我拿了52亿的订单, 台北要罚50万, 是不是脑袋坏掉? 最让台湾民众匪夷所思的是, 民进党籍人士不仅轮番指责, 更有好事者到法院起诉韩国瑜, 根据台湾TVBS新闻报道称, 3月27日上午9比30左右, 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之子, 现高雄市议会民意代表陈志忠, 就韩国瑜跟大陆官员会面事宜, 特意跑到法院控告韩国瑜设犯外患罪, 陈志忠还对外声称, 韩国瑜此行大陆签订的都是被罚路, 根本不是真正的订单, 陈志忠此举更加点燃了民众的怒火, 台湾网友纷纷晒出其家族不光彩的黑历史, 称其不配对高雄市府团队说三道四, 更有台湾网友评论称, 贪腐告良善, 柴狼欺柴犬, 针对韩国瑜会见大陆高官是否违法一事, 今天上午, 台湾地区, 国安部门负责人彭胜竹, 在立法院接受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询时指出, 韩国瑜在现有法规制度下不算违法,